海协会副会长郑立忠 今年6月访问南台湾 试善意采购水果 跟国民党立委参选人罗志明 拿水果开心合照 但短短三天 每个行程都有蓝营立委作陪 被怀疑是假采购征服选 这是国民党发出来的行程通知 上面要求他们的立委参选人 全程配合拜访 全部都是他的地方装脚 大陆官员帮蓝营立委绑装拼选战 民进党质疑的大陆驻马剧本 还有断金脉 北京劝退宋楚瑜不成 干脆斩断金主后援 宋楚瑜他们自己都说 包括张荣发 王文阳 林毅首 徐旭东 曹新成 都在中国受到直接间接的关切 所以他们这次选举不会捐给宋 立宝马总统北京不惜跟昔日礼遇的宋主席翻脸 却极力拉拢台商 由大陆高官担任荣誉理事长的台气联主导 祭出将近五折的优惠机票 动员台商返台投马 中间的价差谁吸收 也被质疑经费由北京的影子 中共为什么要这么对台商友善呢 或者是希望他们来台湾 当然希望影响这个 宝马大作战北京频频出招 但从1996年台海危机 跟2000年停扁将招致战争的对台恐吓性战术 看来怕是北京一出手只会招来反效果 三连新闻高视频肖俊宏综合报道